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探奇录 本期要讲的是日本奥姆真理教三魔头之一的女魔头,菊蒂侄子 菊蒂侄子女日本人,生于1972年东京蒂特沙林案的嫌疑人 被特别通缉17年的奥姆真理教教徒 菊蒂侄子早在高中时就加入了奥姆真理教 还作为教团代表参加过大阪国际马拉松赛 后来他成为忠实的信徒并成为高级骨干 直接参与了杀人化学药物的制造工作 从此沦落成一名被警方特别通缉的凶恶罪犯 在这里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日本奥姆真理教 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恐怖组织之一 其行动包括有暗杀、绑架、人身控制、毒品实验等 该组织计划以麻原张晃、教皇取代日本天皇 颠覆日本政府和皇室 1995年该组织在全球的会员已经达到了4万多人 1995年3月20日 奥姆真理教制造沙林毒气 投放在日本东京地下铁的车厢内 这便是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该事件导致11名乘客死亡 5500多名乘客受伤 投毒事件主要参与者是 局地侄子、高桥克野、平田信 三人被日本警方全国通缉 日本媒体称其为奥姆三魔头 此后的十多年间 日本警方从未停止过搜寻局地侄子等人 悬赏金额也一再增多 然而局地侄子等人却一直巧妙地从警方眼底逃脱 日本民间因此布满了各种传说 局地侄子已经炼成了一绒术 他们在日本秘境、富士素海里秘密修炼等等 就在人们快将到三魔头遗忘的时候 2011年的最后一天 平田信自己来到警察局自首 6月3日晚 身价1000万日元的局地侄子也相继落网 男孩 女魔头局地侄子的传说并没有就此落幕 现在把时间拉回到1996年11月 日本警方曾获得过确切消息 局地侄子就潜伏在奇遇县的一所小公寓内 可是当警方冲入公寓房间时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震轻了 小小的房间里遍地铺满了被褥 原来在过去的一年间 局地侄子一直和五名信徒共居一室 同吃同住 房间的电饭锅里还包着一锅米饭 浴室还晾着局地侄子的内衣 日本警方仅以一步之差 错失了逮捕局地侄子的机会 但也有了意外的收获 一本粉色疯皮的私密日记 在这里我们先说 奥姆真理较有严格的教规 男女之事是非常邪恶的 必须断绝 然而局地侄子显然未能真正的修炼成功 他在日记里赤裸裸的写道 为了潜伏成功 不被他们暴露 我愿意利用自己的身体 在这本粉色的日记里 局地侄子还记述了 自己被高桥克野也强迫作为信奴的过程 以及对另一名奥姆真理教头目 林泰南的仰慕之情 他在日记中这样说道 为什么我被组织分给了高桥而不是林 如果是林的话该多好啊 但是日记也暴露了局地侄子变形的过程 他说 我对平田信有着不可抑制的邪念 但在这件事情上 我是占优势的 因为他的欲望更强 不过局地侄子毕竟是被奥姆真理教洗过脑的人 在他和五名男子同事修炼的过程中 也不忘忏悔 我最终没能战胜自己的信誉 不断破戒 由于警方的通缉和搜索 1996年末 共处一世的五男一女 最后各奔东西 局地侄子跟了高桥克野 当时局地侄子还是个23岁的年轻女性 而高桥克野要比他大上15岁 二人为了掩人耳目 装扮成了夫妻 高桥克野改名成 阴景信哉 局地侄子改名成 阴景千赫子 就这样 局地侄子一边痛恨着高桥克野 把自己当作信奴 一边依赖着他过日子 一转眼就过了将近十年 最终 高桥克野还是厌倦了局地侄子 他选择了自己单独逃亡 被抛弃的局地侄子 很快又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个高桥 高桥宽人 自2006年开始 高桥宽人便和化名 阴景千赫子的局地侄子相爱 高桥宽人很喜欢小鸟一人的阴景千赫子 甚至还向他求过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心爱的女人说了实话 我便是那个奥姆的局地侄子 高桥宽人不是没有震惊 但是他选择了不离不弃 因为他始终不愿意相信 自己身边这个柔弱的女子 会是传说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6月3日 日本警方在局地侄子和高桥宽人的爱潮附近 逮捕了下班回来的局地侄子 6月4日 日本警方又以窝藏包庇罪 将41岁的高桥宽人逮捕 局地侄子涉嫌制造爆炸物所需的化学物品 运送至教团员干部处 因此被检方杀人未遂 重犯的罪名起诉 在被东京地方裁判所在一审中 判处有期徒刑5年后 局地侄子坚称自己无罪并进行上诉 之后的二审中 东京高等裁判所推翻一审判决 宣布局地侄子无罪 检方因此向最高裁判所提出上诉 针对检方提出的上诉 最高裁判所第一小法庭裁判 决定驳回检方诉讼 维持二审局地侄子无罪的判决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就会一脸懵逼 为什么他最后被判无罪 其实这次庭审的关键在于 局地侄子是否知道 其运送的药品是炸药 对此检方依据原奥姆真理教干部的证言 证明了他了解药品方面的知识 然而局地侄确实运送过药物 但并不知道那是炸药 否认着起诉内容 不承认罪名 所以维持二审局地侄子无罪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说到这里了 还是那句话 邪教骇人远离邪教 邪教组织之所以邪 是因为他的组织形势严密 宣扬个人崇拜 借机敛财 对教徒进行精神控制以及身体控制 甚至造成一系列的治安问题 影响社会的安定 请大家擦亮眼睛 认清邪教组织的面目 杰森字号 遇到邪教组织和非法活动签索 一定要上报我们的公安机关 争作好公民哦 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三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